大家好,我是婦聯婦女醫療中心陳健欣醫生 下一年就是龍年了 上生小龍仔、小龍女的你,做好準備沒有呢? 我們夫婦在做好婚前檢查都正常的情況下 為了休身休育,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 對於計劃懷孕的婦女,我有以下幾個建議 第一,就是補充孽孫 計劃懷孕的婦女應該在懷孕前三個月,以及懷孕後頭三個月 每日都要服用四百微刻的孽孫作為補充 這樣可以減低胎兒神經管缺陷 即是腦部和处髮肉異常的機會 第二點,除了要飲食均衡,攝取足夠的營養之外 我們特別要注意選擇含控量 控即是水銀的意思,含控量低的餘女 由於魚含有豐富的優質蛋白和微量元素 以及Omega-3,對胎兒和孕婦都是有益的 但需要注意,某種類的魚,水銀含量比較高 對胎兒腦部發育是有影響的 參考香港食安中心的研究 那些體型較大,捕獵類的魚,水銀含量相對較高 例如,吞拿魚和麻膠魚等 而那些養殖魚和淡水魚,水銀含量相對較低 例如,大頭魚、倉魚、幻魚、鯉魚、三文魚和農曆流 都可以放心食用 第三點,留意體重指數 即是BMI 女士在正常範圍內的BMI是比較容易懷孕 而且懷孕之後出現併發症的機會也會比較低 相反,過重或過輕是會影響受孕的機會 第四點,當然不少得不煙不酒和適當的運動 第五點,是做子宮頸目片檢查 由於懷孕期間不適宜做某些操作或者治療 建議懷孕之前,應該先做好子宮頸目片檢查 這樣懷孕之後就會更加放心 第六點,是牙齒檢查 由於懷孕期間,牙鬱容易腫脹 所以建議大家懷孕之前,積極去處理口腔問題 以免懷孕期間容易流牙血,出現牙韌炎等症狀 最後,如果兩夫婦同住,沒有避孕 並且嘗試懷孕一年都未成功 那兩位應該要去看醫生 對你吃過什麼蛋糕 你先 ensures我找你放級別的蛋糕 那一位是明天更遊牙 你喜歡的餐廳 你你給自己點燃 你們現在的一位在面子 你也要吃過 你的開水 你的開水 你怎麼就會這麼好 你怎麼買到第一次 你怎麼買到你的家 你怎麼買到你的家 你怎麼買到手 你怎麼買到手 你怎麼買到手